孙宏雷凭借丁家丽打开知名度之后 就对眼前的丁家丽满脸嫌弃 还向丁家丽提出分手 临走都不忘讽刺丁家丽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两人因戏结缘 当时的孙宏雷只是一个小透明 根本没有人关注认识他 而丁家丽则在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 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离婚都离两次了 但是孙宏雷看中了丁家丽的资源 就不顾外界的质疑 开始疯狂追求丁家丽 还表示会对他的两个孩子 当成亲生的对待 之后两人就正式在一起了 刚开始时 丁家丽帮孙宏雷积累了很多资源 而丁家丽受伤住院时 孙宏雷就放下手头的工作 没日没夜地照顾他 在病床前细心体贴 而丁家丽为了给孙宏雷谋一个角色 竟然还给导演下跪 在那之后 孙宏雷彻底打开了知名度 但是孙宏雷却看着丁家丽满脸厌恶 而且还和巩俐传出了绯闻 回到家就质问丁家丽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之后两人因为孙宏雷的薄情寡义分手 而多年之后丁家丽提起这件事 却表示 希望更多的女孩子擦亮眼睛 不要和她一样被蒙蔽 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 欢迎评论 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